只要沈富贵一死 他女儿那是十分好解决的事情 到时候咱们再略微地弄点手段 那宅子肯定就是咱们的当中之路 那这件事情 还要劳烦刘老板多费心了 哪里哪里哪里 不过 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 我听说日本军方下面的特高科 有一批身怀绝技的人者 那时候如果我需要的话 能不能出手帮个忙 刘老板 看来这回你真是下定决心了 我早就下定决心了 糟糟糕 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 请问你是沈娇的小姐吗 我是啊 我叫川岛云子 我是云天的恋人 你就是他女朋友啊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在报纸上 看到你们要结婚的消息 所以就过来了 既然你是他的女朋友 你应该找他 你来这儿找我干嘛 我 我看你是被方云天骗了 不不不 陈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云天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 早就已经四定终生了 我们的感情 是不会改变的 既然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再说了 你要是喜欢方云天的话 你拿去好了 反正我又不喜欢他 要不是因为我爸爸 我才懒得理他呢 还有就是你自己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儿 你自己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沈某人也不是傻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凡是有牵连的 都逃不开干系 我想啊 我们两家的力量 总比一家强吧 与其将来我被牵连 还不如我们两家一起 努力守住这个秘密 金飞 听哥 怎么样 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那小子是被刘炳章收买了 他换的药 刘炳章 嗯 是 真是一搏未凭 一搏又起啊 听哥 要不我现在就去找人 要了那老混蛋的狗蜜 冷静点儿 他既然敢下手 就说明早有准备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弄清他刘炳章想要干什么 对了 外面监视的人 摸清情况了吗 是 各个路口附近都有人把守 看样子有些人是日本人 而且 什么 我在那帮人里面看到了几个刘炳章的人 看来这老家伙确实是和日本人搞得了一起了 那么我们就更不能轻易对他动手了 动手就无必要成功 我明白 你呀抓紧时间身为小王 弄清楚刘炳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无必要把刘炳章安排的钉子全都拔掉 好 我知道了 允死的 老师对不起 我叫你好好看着他的 只是废用 连这件事都做不好 我不是叫你 不让让他出门的吧 老师对不起 父亲 父亲 不要再责怪高强了 我只是出去买了点东西 你看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如何 你来这儿干什么 来看看你父亲 医生 我爸爸怎么样了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 不过 沈老板的身体非常虚弱 需要留在医院里观察治疗 医生谢谢你啊 有件事情 不知当说不当说啊 大夫请说 那好 方老板 你拿来的药 化验有问题 会引起心脏衰竭 这个药应该停止使用 我先走了 方云天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药品被调包了 你怎么说都可以 不过你可别忘了 现在已经是证据确凿 药华 我都跟你说过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 那我也告诉你一句实话 我一定会报警的 你等着去跟警察说吧 药华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你真的会中奸人的圈套的 啊 我差点忘记了 你可是上海商界的才俊 应该警察局跟你的关系很密切吧 沈小姐 沈先生让您去一下 哦 谢谢啊 爸 快 快扶我起来 爸 爸 让您受苦了 没事 爸 担心的是你 爸 您就是太相信那个方云天了 我都没有想到 他居然敢害你 我最担心的 就是 你这么想 你 你 遇到事了 要冷静 分析 方云天 还年轻 不小心哪 爸爸我 完全相信他呀 他要害我 那宅子 就更没有拿回来的机会了 爸 您是不是 这早就猜到了 我会跟方云天吵进来啊 侄女 莫若父啊 他犯错 是因为年轻 你也年轻 爸爸呢 也年轻过 年轻人犯错 上帝 都会原谅的 吃一切 长一枝啊 爸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图外围的同学 把药送过来了 明天早上就到码头了 我明天早上就去取 明天 是 你是说收买 对 你呀 这件事情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嘛 当时情况紧急啊 沈老板没事吧 还好医生来得及时 没出什么事情 可是如画 现在恨死我了 如画本来就不喜欢你 行了 我走了 听歌 晚上上来了很多警察 而且沈小姐也在 慢着 谁联系你们查我的货物的 我们是选苦房的 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这位小姐 这艘船是我们 日本远洋运出公司的 我们在这批货物里 发现了一些违禁品 违禁品 我这些货 都是偷朋友 从美国送过来的药 不可能有违禁品 我们还要检查 你们要干什么 你是谁 这是我们龙信实业的码头 你来得正好 这批货我们要开箱检查 开箱 让我来吧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枪呗 火狼宁 算你诚实 这位小姐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 这些枪肯定不是我的 我是被人陷害的 少废话 你的事情我们会查清楚的 不过你现在必须跟我们走 快点 快 快 快 我是说过 你们可以搜查后 但是我没有说过 你们可以随便抓人 快快 天哥 别去了 怎么回事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可是寻补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想把我们怎么递啊 我并不想把你们怎么递 不过就算是你们黄局长来了 他也不敢随便在我们龙信的马路上抓人呢 高潮先生 你看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也不好使啊 混蛋 黄玉天 你想跟我们动硬的 方老板 这是一场误会 既然这些东西跟龙信实业有关系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我们走 各位兄弟 帮帮忙 帮帮忙 走 怎么回事 黄局长 被龙贵人 让我们配合到这来搜查 我们呢也搜到了枪支 不过那个信方的态度特别强硬 我们也没办法呀 跟上 黄局长 久违了 方老板 这事我们也不好办啊 您的面子我们得给 但是日本商会的面子我们也不能不给啊 所以没办法 这事只能公事公办了 方老板 不好意思 您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在您龙信的码头上发现这么多枪支 您也得配合我们调查 来啊 是 把人给我带走 带走 是 走 干什么 想造反呢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黄局长 什么事情惊动你了 让你亲自跑一趟 高老板 我们龙信就可以任人欺负啊 回头我去问问李市长 看他同意不同意别人欺负我们龙信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这次我之所以亲自出动 就是因为是李市长亲自下的命令 陪龙会那边别说我了 就是李市长也不好办哪 您放心 你们龙信的人我只带回去调查一下 绝对毫发无损 没想到 我们龙信在上海滩 会被他们日本人惊议 哎呀 高老板 请见谅 这次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抱歉 啊 黄局长 我的侄子方云天和那位沈姑娘 那就有劳黄局长了 好说 高老板敬请放心 告辞 回来回来回来 干什么 我 怎么能跟他关在一个房间里呢 就一个牢房 你将就点吧 哎 什么叫将就啊 我的名誉你还哪 别吵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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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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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的话 不能跟任何人说 包括文宣 爹 怎么办呢 我把能动用的关系 都动用了 居然连云天 关在哪个监狱 都还没有查出来 这件事情 我看非比寻常 事情的确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复杂 一开始 我以为只是刘炳章 在背后捣鬼 现在看来 他已经和日本人 站在了一起 而且还在操作一件 我们暂时还没猜透的事情 否则的话 就无法解释黄天荣 为什么非要抓走云天 要不是有重大缘由 黄天荣应该不会愿意 与我们龙信为敌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只有到日本商会 先去交涉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只是他们 找我们的麻烦还好 就怕是 怕什么 怕刘炳章一旦动了杀机 想借助日本人的手 除掉云天 有这么危险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 有着巨大的阴谋 老爷 来了个女孩 要找少爷 找我 谁啊 我不认识 进来进来 小姐请进 对不起打扰了 我叫川岛云子 我是云天的恋人 你就是云子小姐 我来 是特意来通知你们 云天被关在西城监狱 情况好像很危险 我请你们 赶快想办法救救云天吧 姑娘你放心 云天就像是我儿子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 那就太好了 谢谢了 云子小姐 要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那好 我就不留你了 文轩 去送下云子小姐 不用送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明天的事情 就拜托你们了 文轩 你派人 去跟着这个云子小姐 还有 带人 到西城监狱 给我严密的监视那里 是 我 我 你 在这儿 我 在这儿 你 在这儿 我 在这儿 我 在这儿 快走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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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蠢货 連個方芸天都幹不掉 老師 這次是劉炳章的人做的 我趕緊 下次我親自帶著特高科的人去 不必了 方芸天殺人越獄已經是死罪 你就帶人跟著 到時候補上一刀就足夠了 明白了 老師 進來 高橋 下去吧 是 這報紙你看過了 雲天現在有危險 到處都在通緝他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嗎 我聽說 只要您鬆口 他就會沒事 是 現在就算我鬆口的話 他也是要被通緝的 殺人越獄 這是死罪 對 父親 雲子啊 你不要太感情用事 就算我求求您了 您就幫幫他吧 父親 好嗎 我早就跟你說過 這樣的人 只會給你帶來災難和麻煩 雲子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 你真的想救他的話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 你要讓他給爸爸辦事 那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會幫他 可是 他要是不肯呢 那你就必須 答應我不再和他來往 從此和他恩斷義絕 那 我才可以幫他這一次 否則 你別怪爸爸不講情義 好 我答應您 只要您肯幫他 坐 雲子 不是爸爸非要逼你 而是只有這樣 才算是真的對你好 我明白 父親 要麼 我說服雲天 幫您做事 要麼 我就徹底地跟他分開 這就對了 雲子 你該相信 在這個世界上 對你最好 最關心你的人 一定是我 你的父親 我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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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 我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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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出去了 过来 老大呢 如花姐 老大在担心你 你等着 我去找他 快去啊 老大 如花姐来啦 如花姐 如花姐 老大 来 别跟我说这么多 帮我把这个打开 他 他能打开这个吗 有意思 好 还用我这个 老大 真是老大 送给你吧 好好玩啊 爹 我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 可还是没有消息 我相信云天 他应该有办法度过这次危机的 一般人 是很难抓到他的 关键的是 现在警方把杀人越狱的罪名 扣在他的身上 他即便能回来 也没办法公开活动 也没办法公开活动 那岂不成了活死人了 现在的情况 和我们预想的一样 对手 对手就是要置云天于死地 对方为什么要置云天于死地呢 我也没想明白 看来只有等云天回来 向他问个清楚 爹 先进去 别动 封寿爷 温轩 义父 云天 沈小姐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刺客呢 不敢走正门 所以从后门偷偷摸摸进来了 好了 好了 到客厅说话 来 好 来 来 大家坐 好 坐 云天 你受苦了 义父 义父 没有好好地照顾你 义父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们俩别客套了 现在耽误之急 是想办法挤出通缉令 要不然随时都会有危险呢 黄天荣这次亲自出马 而且连我的面子也不肯给 应该是后头有上层的人说话 可能是市政府那边 受到日本人的压力 市政府为什么那么怕日本人呢 你要知道 现在日本军舰一直在公海上行驶 和上海是近在咫尺 一旦找到战争的借口 炮弹随时会落到上海 政府也是左右为难 要是打起仗来 就不是一两个官员的乌纱帽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民族的浩劫 义父啊 我看实在不行的话 我和如画就暂时离开上海 避避风头 等没什么事情 我们再回来 留到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吗 这样不是办法 通缉令 不会那么轻易解除 还是想办法解除通缉令 还你们俩清白之身 我看这样吧 今晚大家就先留下来休息 养养精神 我呢 马上到商会去 召集那些老伙伴 商量商量对策 张龙 你先安排一下 让大家好好休息 好 喂 哪位 我是高文轩 啊 高老板 找我有事啊 方云天被警察局通缉 黄天荣亲自出马抓的人 很可能 后面有日本人的影子 事情非常棘手 不知道这件事 你能否帮得上忙 啊 没问题 我跟黄天荣打个招呼 你放心吧 好 那我等你消息 十分钟后 统计令马上解除 嗯 这个杜鱼 居然这么神通光荡 他结交我 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 谁啊 我是杜鱼 杜先生啊 这么晚了 您有什么指示 马上解除对方云天的通缉令 有问题吗 什么 您说放了方云天 怎么 有问题啊 那就有劳你了 您千万别这么说啊 很荣幸能为您消耗 好 多谢 刚才有兄弟回来说 街上的通缉令 已经全部死掉了 而且是警察局的人死的 这说明 通缉令已经解除了 嗯 我真的很奇怪 怎么会这么快 就解除了通缉令呢 这个不清楚 这里面一定有机巧 日本人很想拿到房价祖宅 他们呢 不会善罢干休的 云天 反正现在安全了 一会儿啊 你就好好睡个觉吧 温轩 我把咱们的人脉 都想了个遍 能够干预上海市警察局 而且能解决得 如此干净利落 我们这里 没有这个人 或许不是我们的人 是另有其人 温轩 你跟我说实话 好了好了 你还是别乱想了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要跟你说 什么事 你知道云子的身份吗 知道啊 他是个学生 我派人跟踪了他 他进了日本商会的大楼 你也知道 日本商会里面 都是什么人 黑龙会 别怪兄弟 不提醒你 红颜祸水 高强 住手 你干什么呀 我出去一下 云天 你去哪儿啊 我出去办点事 不请 喝茶 好 调姐在 大大 请您给我过来 先生 请 您好 云天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就好了 怎么 不让进去吗 不是 当然不是了 只是 都这么晚了 不方便 云子 是谁呀 谁在里面说话 我的叔叔呀 我跟你说过的 你忘了 云天 方老板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的家 我当然在这 你家 对啊 你也认识的 这是我的女儿 川岛云子 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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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哥 怎么样 查到了吗 查到了 就是陈老六 他人呢 这两笔账 都是陈老六前的字 而且两笔数目一样 不过 陈老六失踪很久了 时间大致是 老爷去东北之后不久 那这个人疑点 非常大呀 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结婚 跟谁啊 方云天 不可能啊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我爸让我嫁给他的 那你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幸福 我不想让我爸失望 温轩哥 我上楼穿一件外套 一会儿方云天就回来了 chocol 你怎么来啊 如画呢 云天 我们是好兄弟吗 你到底怎么了 当然是了 还有问吗 你到底怎么啦 我还有事 温轩 温轩 來 方雲天 文宣哥呢 他說有事先走了 你跟他說什麼了 我就說我們倆要結婚了 替他他什麼都沒說 看来啊 必须要把那个日本军官 处理掉才行 现在啊 连那苍蝇都飞不出这祖宅了 就别提那个桑门星了 云天啊 我看事不宜迟 你还是把婚事办了吧 你在 我这老头子也就安心点 金叔 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办法倒是有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法子 一来有些冒进 二来不合传统 我害怕沈老爷子不愿意 都什么时候了 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你说出来 让我们大家听听 那好 八个亚路 我让你派人监视 你看看你的人 搞得那么明显 简直就是打草惊蛇吧 谁谁谁谁 是我考虑不正 是我的错 你们中国人真是笨得像猪一样 谁 张光息怒 滚 刘老板 东野先生 请息怒 刘炳章这招 虽然愚蠢至极 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传道先生 此话怎讲 此前 双方按并不动 就是为了 等待时机 如今啊 刘炳章已放出明确信号 方家老宅里 如果真藏着钢田大佐 他们不会坐以待毙 而必定会有所行动 到时候 只要我们严加监视 就一定能够发现破绽 以传道先生 大概需要多少天 少的话两三天 多的话一个星期 他们必定会忍受不住 一定会有大动作 到时候 一切就交给我们黑龙会好了 卖爆了 卖爆了 方审大婚前夜 祭死人啊 谢谢 卖爆了 卖爆了 方审大婚前夜 祭死人了 卖爆了 卖爆了 果然不出传道先生所料 传道先生 您有什么想法 方云天假借葬礼医师 这招可是险奇啊 看来方云天 是勾击跳墙了 不不不 如果方云天只有这点能耐 也不配跟我黑龙会斗了 嗯 听转外风至宇宙 张孤灯 寻旧情 整夜无眠 昨日的绝境缠绵 如今已遇到风吹望尘烟 我用一世情愿挽留你天刻垂裂 直到有一天 你与真心回到我身边 忘记我的脸 失去我的泪 听你说一直爱我 告诉我你的心 从未改变 我们的一切情愿 你我闭上的心愿 我让你转身离去 爱与恨 事与非 一切如烟 清晨的温暖 无光 我不再徘徊 不再孤单 只愿 一直为你守候 这一世情愿 明镜需要您的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验